在探索铁达尼号沉船途中 发生内爆所造成的五人死亡 泰坦号的潜水器 现在确定的是部分的残骸 已经从海底被打捞起来 运到了加拿大纽芬兰 在首度曝光的画面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大块的船板 从船上吊起运送上岸 看起来好像白色的仪表板 这个长度比两个人还要高 好 另外一块板子连接着线路 美国海岸巡防队说 在解体船只当中 疑似发现了人体的残骸 现在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化验 早安 接着线路现场 我们先带来看这最新的画面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在瓦格纳集团试图兵变之后 当地时间28号现身 他首度造访俄罗斯南部的 达吉斯坦的这座城市 当然现在CN专家就分析 这是普丁安排的一场表演秀 当然试图的就是要稳定民心 而且要显示的是 普丁依旧是大权在握 好 普丁他现身 这个城市呢 他是以穆斯林人口为多数 当地民众看到普丁是相当的开心 当然想着跟他合照 还有握手 展现出的当然就是支持者的热情 现在CN专家就分析了 普丁其实还是非常注意 伟安还有疫情的考量 这一次突然造访南部城市 显然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讯息 在瓦格纳兵变之后 他还是手握大权的 好 不过持续要来看到的就是呢 瓦格纳集团现在发动军事兵变 车臣领导人卡迪罗夫 他是第一时间发声明来力挺普丁 而且他同时间也谴责瓦格纳的首脑 普里格金发动整起政变 并说他是叛国分子 好 这事发几天之后呢 卡迪罗夫在他的社群媒体平台 就是telegram上面 他发文表示有跟普丁来会面 那克林姆林宫后来也证实了这项消息 卡迪罗夫他是在他的telegram上面 发文表示说 普丁是在27号接见他的 而这期间呢 两个人讨论的是车城 社会 经济形势 还有未来的发展计划 并且他也附上了一张 他跟普丁的自拍照 似乎也是要展现的是 俄罗斯的盟友 还是对普丁是非常力挺的 好 但现在大家就要查的 就是呢 这个瓦格纳集团现在日前发动了军事的兵变之后 首脑普里格金 他后来在白俄总统斡旋之下 好 虽然他后来是打退堂鼓 那现在仍是流亡白俄 不过现在传出其实早就有所谓的内鬼 也就是呢 这个俄罗斯的高阶军官 是有听到风声 而且他居然没有回报给克林姆林宫 没有回报给普丁 事先支持普里格金的计划 好 这是谁呢 他是俄罗斯的高阶军官 外号末日将军 他其实早就先知道的是 普里格金的叛乱计划 而且还获得他的支持 现在就根据外媒有消息指出 疑似之情普里格金的叛乱计划的 就是末日将军的 他是前俄罗斯驻乌克兰的最高指挥官 苏洛维金 现在根据纽时的报道 美国情报官员正在积极的了解 苏洛维金是不是在其中 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他是不是真的是有参与普里格金的整起兵变行动 好 尽管这个瓦格纳集团 他的兵变在24小时之内就落幕了 不过其实现在外界很关注的是 政器事件会不会对普丁的政权有一些影响 甚至说他其实是削弱普丁政权的一个信号呢 好 美国总统拜登呢 他就被问到这件事情的看法 他一开始表示说 目前是说真的很难看出来 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普丁的政权 但是随后立即口误把乌克兰战争 说成了伊拉克 好 我们续续要来看到的就是呢 这个瓦格纳集团的首脑普里格金 他现在闪电撤军 后来他是发生说 这一次的军事目的 他还是说他自己的立场 就是要避免瓦格纳军团遭到摧毁 但现在包括了俄罗斯跟美国都要查的是 整体事件为什么会在24小时之内就打退唐古呢 这其中是不是有内鬼通风报信 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外传的俄罗斯高阶军官 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就是 在是个被怀疑说他可能是有内鬼这样的角色 那这个人他曾经是掌握军事非常重要的大权 也就是前驻乌克兰的高阶军官叫做苏洛维金 而且呢曾经协助瓦格纳兵变 普里格金宣布挥兵朝莫斯科前进发动兵变 然而后来撤军 普里格金也在兵变之后首度发声 透露本次行动的真正原因 根据俄罗斯军方7月1号开始 瓦格纳军团将不存在 而随着瓦格纳军团的安全获得保障之后 普里格金就同意撤军 而在白亚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居中卧穴之下 俄国总统普丁已经撤销对普里格金的刑事指控 然而普里格金将流亡白俄 尽管兵变结束 但事件似乎还没完 有末日将军之称的前俄国驻乌克兰最高指挥官苏洛维金 疑似早就知道普里格金的叛乱计划 而美方官员也正在厘清中 而在叛变结束之后 普丁发表演说赞赏俄罗斯国防部 以及国民卫队等单位阻止一场内战 但对于这位让普丁执政23年遭受 有史以来最大威胁的普里格金 他的下场恐怕不乐观 究竟普里格金接下来是否真如外媒所披露的流亡白俄 以及延烧一年多的俄乌战争 将在何时结束全球媒体持续关注 记得零和苏后报道